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生生不息宝岛季第四期刚开播就上热搜了 之前上热搜或许是每一期舞台的惊喜 这第四期播出后,上热搜被网友称作芒果整活了 第四季节目在播出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飞行嘉宾周斐德的介绍片中有之前参加中国好声音的片段 而这部分片段是播出的部分,和网友录制的小视频黑幕部分 内容大致就是去年李文质疑好声音公平性的那段视频 原本都是在网络传播的一段小视频 被芒果直接剪辑到生生不息宝岛季第四期正片里 在节目播出后,网络上许多大微博主都开始讨论 网友们也开始热议 进而生生不息宝岛季把李文录制剪辑到正片这个话题成为热搜 就在网络哗然的时候 宝岛季的正片被删减了 再去找这个片段就没有了 或许连节目组都没想过只是想内涵一下 这下直接变成针锋相对,公然挑衅了 但网络的声音并没有停止 网友们支持芒果卫视的非常多 更多的声音都在征讨栏台 甚至还有网友提出了之前的高以祥事件 这使得栏台很被动,但也没有官宣回应什么 除了部分网友征讨栏台以外 还有网友开始质疑,这样是否合理 对于事件已经过去的两位歌手本人 对于他们会有怎样的影响 试想原本好声音的学员选手 连冠军都不是 却成为了宝岛季邀约的嘉宾歌手 周飞哥这个名字已经植入到宝岛季粉丝观众心中 但是对于这位歌手来说 无疑成为了话题重点讨论对象 势必观众会对他的唱功,实力,人气结合来评判 当年好声音中的成绩 也算是再次走向被议论的风口浪尖 而另一位视频中直接出现的好声音导师 他质疑好声音的对话再次被镜头曝光 又是否会影响到他本人 有李文的粉丝则表达希望宝岛季对歌手正面宣传 而不是把李文质疑好声音的事件再次放大 翻舅长,这样会影响到李文本人 其实粉丝的担心难免过滤 节目组敢剪辑到正片中 势必会是征求过李文本人的意见 如果李文团队是拒绝的 那节目组是不会剪辑到正片里的 所以李文和芒果卫视必然是同意意见 站在一边 正片已经剪辑,没有这个片段 如果不剪辑,继续放大 势必会对宝岛季的更多歌手造成影响 先被讨论的就是飞行嘉宾的邀请制 后面甚至会波及到常驻歌手 原本宝岛季的阵容就被不少网友诟病 所以不够正面的话题是不能再出现了 及时删减 对宝岛季节目好 对宝岛季歌手也好 可惜的是 看客群体必然看不到芒果大战蓝台了 蓝台后面是否又会在自己的殷宗节目进行反击 不得而知 对于这次芒果吧 并未公开的李文质以好声音公平性的视频 剪辑到正片中 你们是否会支持呢? 蓝台的节目和芒果的节目 你们更喜欢哪个卫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